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人士 他们这个痛风 这个病只要你在平时饮食这一块儿 来控制这种高飘零的食物的一个社区 而且经常注意自己的一个饮食 多喝水来加快这样一个尿霜的一个排泄 保持一个这种血尿霜的一个正常 我们可以就是说带病 痒痒 痒痒这样一个 不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一个寿命 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这种血尿霜 处于一个正常水平的时候 它不会形成这样一个尿霜结石和生素癌 所以它不影响寿命 但如果这个自己的生活不太注意 不重视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 影视不注意这种 长时间的这种高尿霜血尘 就会形成这种尿霜结石 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痛风关节痒 如果痛风关节痒形成以后的这种结石 就会使我们的这样一个肢体的形成肠脊 这样有时候会形成瘫痒 卧床不起肯定会影响我们的一个 这种生活质量和寿命 再一个如果不注意的话 它这样一个长期的高尿霜血尘 都会形成我们的这种肾结石 或者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生素癌 引起这种肾功能的一个破坏 我们先再见 OK 转发 去 不 辽阅 2 established 特 马 你 是 我 对